防疫三級警戒期間 餐飲店是禁止內用的 因此店家祭出了疫情期間 限定外帶才吃得到泰色 連伴手禮業者也加入這個行列 透過鏡頭我們來品嘗花蓮 在地好店同時也一起來救經濟 位在花蓮市中華路 80年老字號的郭榮市手工火腿 第三代經營者郭一山 將古法煙燻的火腿 融入多元的中西日式風味 創造出多種火腿的新吃法 面對這波疫情衝擊 收入掉了約六成 但也因為停課的關係 妻子在乃家 決定將在家為兒女準備的炒飯 搖身一變成為外帶的餐盒 中華路這個門市 原本它是只有單純供應三明治 跟可頌 那因為防疫期間 我們很多孩子在家裡 就是在家學習 那我們就提供了 另外準備了 蝦人炒飯的餐盒 讓爸爸媽媽可以安心的 在外面上班 那家裡的孩子也有營養又健康的午餐 可以食用這樣子 少油少鹽 善用自家煙燻的火腿切片 搭配乾煎整隻海蝦 將在地食材 如洋蔥四季豆切細切碎 讓小朋友更容易入口 攝取到足夠的營養 小朋友不大喜歡吃蔬菜 所以在像洋蔥跟四季豆 我都有加在我們的炒飯裡面 那我會特別把它處理過 就是讓它是顆粒比較小一些些 讓小朋友比較入口 好入口 那他們也比較不容易發現這些蔬菜存在 但是又可以攝取到健康這樣子 那所以說 在洋蔥的話我用台灣本地的洋蔥 那四季豆呢 也都是使用本地花蓮的食材這樣子 還有我們花蓮的松樸米 使用花蓮松樸米 那所以說在各方面食材都是新鮮的食材 做出來的料理 小朋友就都很喜歡這樣子 那至於份量的部分的話 以我的孩子來說的話 目前是青春期的孩子 所以以他們來說的話 這樣的份量是非常足夠的 那所以我們在份量上面 我們有特別留意 我會希望說 在防疫期間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飽 所以說在份量上面是絕對足夠 讓一個成人是可以吃得飽的這樣 吃得好也吃得飽 手工煙燻火腿和乾煎海蝦的絕妙組合 可選擇兩隻或加量版五隻蝦 讓大人小孩在防疫期間 宅在家也能吃得滿足 午餐晚餐限量供應 有興趣的民眾可搜尋點 舒粉絲葉、鍋蓉式手工火腿 記者長邦彦華蓮市報導